丞职礙者 王已經心疼 把情轉為慈悲 怎樣提高自己的靈性 答案 這張幻燈片全部回答 答案都回答了 就剛才那一張 请切换一下 你要转化你的烦恼 把情转为慈悲 最后要有这四个条件去羞耻 慢慢来不要急 好 请看 师父请问如果没有在超度法会中 为往生者热力排会 他们会被超度吗 有人说排位代表通行症 如果没有的话 那他们就上不来 请问你怎么解释呢 听好 这个是方便说 有时候回答问题是 这个 看你要讲世俗地或圣义地 举一个例子好了 我还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之前 我先反问各位 佛教徒里面你要不要烧影子啊 赞成要的请举手 确定吗 赞成你觉得不用的请举手 好 手放下 可有可无的请举手 好 手放下 答案是什么 你看我问一个问题 就三个答案 可见你们三个心的执着感受不一样 从圣义地的角度来讲 其实排位有跟没有是都可以的 但你要有刚才的条件 广大的大悲心 听好我这样子没有去跟海印古斯或新加坡佛教的任何团体要冲突 我知道有一些连友故意问我佛法是来挑战我的 这样子不太好的 你会拿我的话去跟他们吵架 不可以 我教你的佛法是很完整的 那为什么有排位呢 是因为众生执着 举个例子 有些人就会梦到说 好 自己的家人过世了 然后他就觉得你要烧一些金钱给我 就是所谓的举个例子 他跺入到轨道 他说他没有钱 他就托梦 家人你要烧钱给我 那要不要烧 答案要烧 因为他很执着 地狱也是从你的心显现的 要幽民界的烧纸钱 也是从你的心显现的 所以排位有排位的功效 我没有否定排位 不要误解佛法 不要拿我的话去挑战别人 那我下次就不会来新加坡了 知道吗 我现在讲给你听 圣意地来讲 没有排位都可以 但是众生很执着 就这样讲 现在叫你不要执着 可能吗 不可能的 举个例子 中国人为什么要立祖先排位 来 我想一想 请问 排位就等你的祖先吗 不是 那我不要立排位可以吗 有人说可以 有人说不可以 那现在时代呢 大家住的房间都很小 中国人有这个排位 是拿到这个排位 看到排位的时候 你才会想到祖先嘛 所以这个木头本身呢 是让你生起 看到祖先 生起感恩的功德心 这个木头就有意义了 了解吗 那现在有很多人就问我 师父我们现在年轻人啊 都住家很小 到全世界啊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不拜祖先啊 那请问祖先会不会来惩罚你呢 答案 祖先不会惩罚你的 假如祖先会惩罚你的话 他就不是好祖先 佛菩萨也不会惩罚你的 所以排位是对有一些 真正很执着的众生 是利的 因为你看到排位的时候 你会想说 哎呀 我这应该感恩祖先嘛 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讲 排位是真的有它的效果 我讲个感应故事给你听 在《幽明问答录》里面 就有这个例子就说 中国人都喜欢做这个大法会 像呢 中原的超度 中原超度当然众生无边试验度啊 可是因为是大法会 听好 众生里面也有好跟坏 也有幽明界众生好的 就像人间也有 蛊惑仔有好人 为什么要警察 因为他要保护人民 同样在幽明界众生 因为业的显现 大法会的时候呢 没有排位的话 他真的是进不来 为什么 韦陀跟齐兰所有的护法会呢 看着门 那有排位的意思是说 你有这个圆 真上圆 刚才讲 然后你的家人来祭拜的时候呢 你就有功德力 自然就可以显现 所以并不是说 有没有排位就不能超度他 不是这么讲的 超度是你自己的诚心 这个排位呢 是呢 让他 这个呢 在大法会当中啊 他有圆可以进来 就像你们的ID卡 有没有看到 很多公司行号 Security Leasing 你没有ID卡 你就是进不来 你不能说师傅不平等 那现在呢 工作人员 他们也是这样 所以他要给你对号入座 所以排位的功能 有一点就像这样 至于说用排位 而做功德 要交钱 那是世间法 交不交钱 你可以自己处理 大排位跟小排位 都是一样的 有排位跟没有排位呢 其实也是没有分别的 所以答案是我要说的是 假如你觉得你的能力做得到 那你就供个排位吧 让你的祖先有这个善缘 在寺庙里 诵经 敲钟 他都可以得到利益的 为什么很多人骨灰 要放在寺庙 他的确会得到利益的 至于很多的金钱运作 其实那是世间法 No comment 不以致评 那没有排位 你自己觉得没有排位 那也没有关系 那你一样你一样 可以好好在家里诵经啊 所以回答的呢 排位是对于执着的众生 它就会产生功能的 其实排位最后也是烧掉了嘛 烧掉的也是空性的啦 是不是呢 那请问 我自己也不用帮我写一个 新红诗的排位吧 对不对 可是我为别人超度的时候 商业经社听好 SBA 每个礼拜五啊 这个呢 供修的时候 我们全部都有写排位的 为什么 因为有些众生 他不是一下就证悟了空性 他还是有这个条件 他才进得到商业经社的 因为所有的大殿呢 所有的寺庙 都有天龙八部 龙天护法的 了解吗 他不是不慈悲 他就像警察一样 对不对 有些人是会破坏的啦 妖魔鬼怪也很多的啦 对不对 他希望这个法会圆满 所以排位的确是在 幽冥问答录里面 他有他的功效 是有他的作用的 好 这个问题我就回到这里 好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了 好 那我们就结束了 那因为是最后一天 打扰几分钟 我们唱 《月葬经吉祥发愿文》 page sixty zero sixty sixty zero 我们唱《月葬吉祥经》发愿文 请给我引庆 好对不起耽误大家一点时间 我们因为是最后一天 我们还唱《月葬经吉祥发愿文》 然后呢 待会我们就会回向 因为还要敲钟 后面还有活动 所以 那我最后 对了忘了唱之前 我先唱好了 待会我再想感谢的话 好 请切换换当片 好 希望我们这次的讲座 为自己 为新加坡 跟为一切的莲友 来虔诚的发愿 向释迦摩尼佛 在《月葬经吉》里面 这个而发的愿 请合掌 我惜心苦心 为众生苦舍及 彼此生乐 彼此生乐 临发旧自然 我惜舍生命 为主病人 以为众生 与众生 临发旧自然 我惜为不敌 彩极其子 与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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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惜风 祝福 愿觉 吉身 闻 父母 诸诗唱临发旧之人 维闻菩提古 他生起悲愁 终重苦临发旧之人 我修节律 长夜长清醒 释放佛为真 临发旧之人 我西长人如人 主者众生 为众出烦恼 领发旧之人 我西经经经 长不大度多 诸众生 领发旧之人 我修禅解脱 我修禅解脱 三末地横杀 不可树林 法旧之人 我西未博人 主带遇见灵 言说五两论 临发旧之人 我西长年明 你所欧禅解脱 społec在立的身体 神尽全微博人 分明 整个人 我心自身 尽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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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知 与三乘 正常正法师 我习知方便 诸和见 善知 与三乖 法与灵不绝 我习知 舍旧 众生 善灭 煩恼 火灵 似终救主 我习知 外道主 我习见王 善知 与三乳 似终的公养 今天因为是讲经的最后一天 我再打扰几分钟 师父有话要说 说完了呢 私宜就可以出来 请看幻灯片 我想 我很真心的说 我从2003年到新加坡到现在 我真的很感恩 第一个感恩三宝 跟感恩一切的人事物 不瞒各位说 我还没有来之前 我生病病了三个月 差一点去了极乐净土 真的 差一点点 所以很抱歉的 下一场演讲 为什么从12月演到这里 当然这是我的业 但是在这生病的三个月当中 我也精进的念经 念佛求佛菩萨 因为我答应了这个道场来弘法 没有讲完好像还不可以走吧 所以事实上 我真的第一个感恩三宝 第二个 全世界经济都很不精气 大家很辛苦 我也了解 我生活在现在的社会里 站在第一线里面接触很多的人 所以我们真正要有感恩的心 在座我要真的很真诚的 不是只讲讲好话 是真的从我的内心里 我真的要很感谢海印古斯的住持 传译法师跟全底的护法居士 我们热烈的掌声感谢他们 他们为了大家能够来求法方便 所以准备了车子 也准备了晚餐 对不对 场地是在这个八十 这个周年的大殿里面 这是很有历史意义价值的 其实我也知道各位很辛苦 可是你知道吗 在座的护法居士们 也都是没有任何的 no reward 没有任何报酬的 unconditional的 contribution 就是没有条件式的奉献 所以我是非常感恩的 因为没有这些的条件 然后我们是不可能在这里 很欢喜的能够听闻佛法的 也要感谢很多的人事物 所以我觉得新加坡的联友 我们也应该多多学学感恩的心 感恩不是从嘴巴里讲讲 要从内心里真正的谢谢你 现代人呢 道歉也是这样 Oh I'm sorry I apologize to you 我有时候很生气的 You only apologize you from your mouth not from your heart 对不起 我骂人的时候英文是很流利的 因为有些众生你就是这样教育他 I'm sorry啊 Come back tomorrow 道歉是假假的 感谢有些人是假假的 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 你知道吗 一场所有的奖金八天 是要动员多少的人力财力跟资金啊 所以他们真正是无所求的条件 为什么呢 因为他希望佛法能弘扬 他希望真的办教育而利益众生 我们同时也要感谢呢 这个虽然呢 我们也要感谢很多的音响人员 工作人员 录影人员 我知道你们也没办法 七天或八天都来 有些联友 从第一次到这一次都来 我很感谢 但是也有一个人永远没有缺席 那就是谁 就是我 我绝对不能缺席嘛 我生了病我还是要生做奖金啊 可见怨心要很重要 我们也要很感谢这个录影的人 然后呢 甚至感谢海英古士 动员所有的佛学班 然后把它做成字幕 刚开始我是认为不需要做成字幕 为什么呢 因为我讲话速度很快 第二 我就是知道字幕很难做 所以我过很完整的讲义 各位你知道吗 我讲一个小时哦 他们打字幕要做五个小时到六个小时耶 还有很多我讲到南传北传藏传 所以我用了很多的佛学名词 他们也都是一个头两个大的 所以为什么DVD会出来很慢 知道吗 要多感恩 所以我们要感恩很多的人 甚至要感恩呢 这个录影的工作人 掌声鼓励一下吧 谢谢他们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海英古士也准备了交通 也准备了这个食物 所以我们要感恩的人很多 但是呢 我要再邀请一下 要求一下感恩 就是要感谢 谢谢来参加的每一位未来佛 掌声鼓励一下吧 好下面请看幻灯片 第二个听文经了也很欢喜 希望你应该发愿 佛弟子在家出家 男众女众七众弟子 应该发心护持正法 佛法没有人护持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没有钱没有力 注意听 心生随喜心啊 这个才叫护持正法 至于你能不能参加佛学班 做义工 你自己去做选择 每一个的时间体力都有限 举一个例子 八十年 周年庆的时候 因为我人在印度求法 所以我被邀请了 可是我没办法来 可是当我这次圣扎店 来参加海英古斯奖金的时候 我看到大殿的人 释迦摩尼佛 我非常的欢喜 我真的很欢喜 海英古斯大放光明 对不对 我没有这个福报 但是我很随喜 我的借兄 跟他海英古斯 全部欺重弟子的供养 所以他的头比我还亮 金光缠缠缠 对不对 人家看到人的话 是啊 我们应该生欢喜心啊 这个才叫普贤十大愿嘛 不要看到人家呢 我做不到 有什么了不起呢 酸普到了心里 不要这样 你的心啊 量要大一点 第三个 你真的要跟我有缘 你要如说修行供养 好好念普贤行愿品 为自己 为全世界的人 不管你是求世间的 健康 财寿 强寿 消灾 免难 做生意 好好念普贤行愿品 普贤行愿品是金钟之王 希望你也相信我 也相信华颜海会的佛菩萨 只要你肯念嘛 就一定会转变 但是你要是呢 今天三天赛网 一天打云 念一天停七天 念一天停一个月 那我只有说三个字 美法度 真的很难度 就算释迦牟尼佛出现了 也很难度你 为什么 业还是要靠自己改变 我这次讲了很多 四元 佛力法力自利 希望你好好静坐思维一下 想想我讲的 最后我没有什么法语要讲 再讲的话 今天晚上大家就要住在这里 打禅妻或佛妻了 我只有再讲一句 请看幻灯片 精进精进再精进 你想要成佛 只有一个方法 精进菠罗蜜 但是心呢 我讲过 有时候不要绷得太紧 有时候不要绷得太松 对不对 休息一下 并不是代表懈怠 休息是为了走长远的路 所以希望你勇猛精进 只有你勇猛精进 这一生你才可能会出轮回 成佛你说很难吗 其实也很难 你说容易吗 也不是很容易 非难也非易 释迦摩尼佛也是无量阿僧奇迹才成佛的 但是呢 我们自己有佛性 所以也要鼓励自己 所以这次的讲座就到这里结束 然后呢 下一次应该是八月二号 对不对 下一次讲座 part five 然后呢 那在下一次呢 就会从 看好 讲义第七十二页 你可以 这个讲义你可以带回家 请你回去自己预习 给各位一个功课 七十二页到七十六页 请你先预习 看不懂可以做记号 到时候在听经文法的时候呢 再提出问题来 所以 感谢 感谢 再感谢 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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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精进 好 这次讲座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 请全体起立 合掌 对面站 请法师前晚会议室烧喜 请法师前晚会议室烧喜 至少 我们 ideals 猪欠喜 慈恰莫妮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教育是泪子中心的苦海 不放肆雨便早举行之灵 难莫等觉即战耀身之路 甘狗勇气 赞马修赞 正拜上我 照收净土 悔心走愁 路往不逢 郎自古上早方相聚 郭边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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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边世間 郭边世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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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